OK 现在在我身后这个是 Honda Civic FE 你应该会奇怪为什么我们又再试驾 Honda Civic FE 因为这一次是 Hybrid 的版本 这个 Hybrid 版本讲真的我自己开起来很喜欢 所以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主要的差异点还有这个驾驶感受等等等等 如果你想买 Civic FE Hybrid 的话 那么就不要错过啦 OK 首先我们先来看外观设计的部分 其实这个 Civic 已经 Launching 了那么久 大家对这个外观设计应该是很熟悉的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告诉大家 这个 Hybrid FE HEV 的版本 跟普通的 Turbo RX 有什么差别 首先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车头 它多了一个镀铬的材质 在这个 Hybrid 版本是没有的 然后第二个差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Rim 的 Design 如果是在 Turbo 版本呢 它的 RX 是采用这个 Matte Brake 的设计 但是在这个 EHEV 的版本呢 则是双色的设计 我自己觉得 EHEV 的版本是比较好看一点啦 如果你喜欢 Matte Brake 的话 那么 Turbo 版本的 Rim 你应该也会很喜欢 两个都不错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差一点就是它的车尾 如果是 Turbo 版本呢它是双出排气管 但是到了这个 EHEV 呢 它就是这个单出的排气围管 其实这辆车啊 这辆车是真的非常欧细的感觉 我个人是很喜欢它的外观设计 你怎样看呢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OK 接下来讲完了这些内装跟外观的特点之后 就跟大家讲一下剩下的细节 关于这个 Seavit F1 呢 它有一点进步的地方 就是在 F1 的时候 因为它的车身太扁 所以导致老人家要上下这个后座是比较困难的 新的这个 Seavit F1 呢 虽然讲它的车身高度再不降低了 可是它上下车就变得方便很多 我为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打开它这个门 开启的角度很大 然后你看坐进去 是不是方便了很多 比起这个 Seavit F1 Seavit F1 真的太矮了 但是这个 你的这个 上下车门的这个角度呢 是方便很多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而且这一点不管是这个 Hybrid 还是 Turbo 完本 几乎都一样 这个车尾的部分大家可以看 它并没有因为它有这个电池组 就牺牲了它的车尾的空间表现 你看我们的行李那么多 它都可以载到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下面呢还有备胎 你看 因为传统来讲这一个 Hybrid 车款 因为电池组的关系 所以它们会取消的备胎 但是这个是有给胚胎的 就是讲你真的是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 但是呢 我相信可能有一些车主是 不那么擅长去更换这个胚胎 又或者是女生要更换胚胎麻烦 所以我就随身携带了这一个 这个是70m的这个打风机跟补胎机 也就是讲如果你真的遇到爆胎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用这一个来救你的车子 它可以提供一个短暂的打气 还有这个暂时补助那个漏风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我个人是建议 不管你是不是老司机呢 都可以在车里里常备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大贵 OK 而且现在有大好康要推荐给大家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上这个 AutoToyote 卖的话 你可以享有这一个折扣哦 这个购买链接我会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简介栏去看一下 而且是长期所有的70m 产品 包括 dashcam 包括这个打风机 不胎机 包括那一个 Jumpstart 的 Powerbank 都可以享有30块的折扣 千万不要错过良机哦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ity RX-E H-EV 的内装设计 这个内装设计部分跟这个之前的版本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啦 也有这个9寸的无线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主机 而且它不是这个电视机哦 它是这个 folding screen 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这个有非常质感的这个冷气旋 有听它的声音 虽然讲它的设计跟 HRV 跟 City 非常的类似 但是它的质感表现我觉得还是略胜一筹 然后还有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个风窝的 这个风潮式的这个冷气出风口啦 然后这个旋感是给你去关掉 或者是推这个冷气出风口的方向的 然后这个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这个仪表啦 它们称为 Smart 的这个数位化仪表 它是全数位化 如果你是买到之前的 Civic 的话 它是半数位化 然后这个仪表 非常非常的可爱哦 除此之外 那种置物空间的表现 一直以来都是 Honda 的强项 你可以看到吗 前面有个无线的充电机座 然后还有这个置物格 然后接下来就是排档杆 两个自杯架 然后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 电子手刹车 brake hold 然后打开这边还有个置物格 然后这个座椅的部分 你看我的手按下去 它非常的皮实 很厚 楼中间有这个 Alcantara 做点缀 但是哦 如果是长途驾驶的话 做久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劳累 因为这个椅子真的是比较硬 但是这个支撑还不错 你看啦 非常的长 如果是我坐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脚 我的大腿基本上被完美的支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它的这个坐姿表面还不错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镜头 不好意思 它头发有一点乱 因为该在下大雨吹大风 OK 我们继续来讲我们这个前座的空间表现 你看啦 我的身高是180亿 然后我坐下去这个椅子 前座的椅子它的这个椅背的支撑是很完整的到位 已经支撑完我整个身体了 所以除了座椅偏硬之外呢 这辆车坐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啦 然后它还有很多那种贴心的小设计 例如讲 在开门锁的部分 这边可以开门锁 然后你的passenger side也可以开门锁 所以如果是你要下车的话 就不用担心 一直要等这个驾驶帮你开门 然后可能有时候驾驶傻傻的 他忘记了帮你开门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开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座的空间表现啦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跟上一代比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上一代其实它的整体的压迫感是比较明显的 这一代的压迫感就还好 不过因为它是黑色的关系 所以压迫感多少还是会有 但是肯定会比上一代好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三角镜的加入 让你整个压迫感就少了很多 然后后面的椅子 同样的也是GP跟Alcantara的搭配 然后也是有可调式的头枕 做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不过首先是你的身高还是不能太高啦 像是我身高181 我坐后面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定头 如果你后面坐两个大人的话 还是可以坐的比较协议一点点的 然后中间还有这个中央扶手可以给你放手 然后后面有冷气出风口 然后下面还有这个USB的插槽 当然后面是没有氛围灯的设计 只有前面才有看到吗 那个门法那边是一条红色的氛围灯 然后它的整体内装的格局就是这样子 我还觉得这辆车在 这个C Segment的Sedad里面的空间表现真的 是最出色的那一个啦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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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还是保持我原本的看法 就是在目前马来西亚的C Segment中 CV的表现是最好的 它是那个第一笔 而且它的底盘质感同样的还是非常的接近欧西车 那底盘的厚重感跟那个CD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欧洲车的感觉 OK 在这边之前有读者讲 它试了330i 然后再跟CV相比 它觉得CV比不上330i 然后他讲为什么我会讲这辆车会有欧洲车的感觉 其实呢 欧洲并不是只有BMW 如果你有开过其他的欧洲车的话 你就会赞同我的说法 而且这个也是很多人所赞同的 这款车的底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转动 响应的程度 响应的速度跟指向性都非常的好 如果是讲在C Segment里面它的操控表现 我真的觉得它没有什么对手了 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对手 然后对比起Tobo的话它的选调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主要是在车后它多了一个36公斤的电池组 所以我觉得原厂是在后悬调有进行了一点点的 提高它的那个刚性 所以导致呢这辆车的后悬调其实会比较硬一点点 它主要是为了承受那个36公斤的电池组重量 所以我们驾这台车的时候经过了很多的道路 然后如果是有震动的话 基本上都是后悬调穿来的震动是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它会很明显的影响到这个车辆的属实性表现 这一点是它跟Turbo版本相比的话 它比较选色的地方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它的引擎 引擎的话我会拿来跟这个原本的1.5公升的Hybrid 跟1.5公升的Turbo相比 对比Turbo引擎的话 它的这个起步初段的爆发力 并没有这一个Turbo那么强 但是它给你的动力是绵延不绝的 也就是讲它的底细很够 OK 刚才我们有试了在这个高速公路行驶 你在超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辆车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这个超车动作非常的凌厉 然后动力速度非常的饱满 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冬药的动力表现 而且这个还是在普通模式下的表现 如果讲今天是在这个运动模式下 它整个动力表现会更激进 如果是要比谁更快到达技术的话 这个2.0公升的Hybrid 它也会更快的到达技术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记错 官网表示它的技术是177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远不止不迟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是可以跟你讲这个不是我做的 OK 然后接下来 如果是跟这个1.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相比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当然它排气量有差别的 它们主要的差异在于 1.5公升的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主要提供给你的 是一个比较流畅的驾驶感 然后比较省油的这个移动过程 但是这个2.0公升的版本 是一个全新的引擎 同样的也是Arkenson Cycle 然后它的热效率达到了41% 而且它匹配了这个电动机之后 整体的动力输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豪满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重点是这个Powertrain这个引擎 是欧洲在采用的 也就是讲这次HONTA Malaysia 同步了欧洲使用的最新技术引擎 这个引擎你开过你就会很喜欢 它没有Turbo的爆发力 但是它的加速毛线是不会数别Turbo的 我讲一个数据官方的数据 如果是Turbo版本的CV 0到100加速是8.5秒 如果是这个HRV RST HEV的话 它的0到100加速是7.9秒 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它这个加速表现真的是有差的 然后重点是在我们这样子比较激烈的驾驶下 这个转车的油耗表现还是有一个19.2kmh 非常非常的深油 我们从这个吉隆福一路开车到马六甲 再开车到柔博州的巨软 现在从巨软去Dexaro 现在我已经走了差不多3分之2的路途 大概用了半缸燃油而已 已经行驶了364公里 深油有力 真的是这个 我可以讲啊 这个CVIT EHEV呢 真的是这个CVIT的完全体 最完美的CVIT就是在这辆车上面 当然这个价格也很完美啦 所以能不能接受这个价格 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抉择 然后你问我这辆车有没有缺点 其实这辆车缺点还是有的 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后悬吊比较硬 船来车内的震动是比较明显 前面的悬吊是舒服的 后面的悬吊就偏硬 所以后座的乘客应该会感受到明显的不舒服 因为一直在抖动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辆车的隔音表现 让我有一点点惊讶 因为我记得我开着一个Turbo版的RX的时候 隔音表现还是蛮好的 可是到了这个混合动力版本之后 它的这个底盘的轮胎噪声隔音就很明显 尤其是在路况不佳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噪音滚动非常的明显 反正是引擎证明有什么声量 就是这个轮胎声比较明显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轮胎是Programmance 轮胎PS4 然后它的胎地比较薄了 或者比较宽 所以导致这个噪音传递到车内是比较明显的 可是我们也就说有办法 RX Turbo其实也是一样的Tire Size 所以为什么会表示这样的原因 我也是不是很清楚啦 不过有点可以给你保证的是 引擎的隔音是非常的安静 如果你开过这个1.5公升混合动力的车款 KONDA的车款啦 你会觉得有时候在高速的时候 它这个引擎的动力表现是比较不够 然后引擎非常非常的超 但是这边你看就算我刚才那一段 我加速我超车我身踩油门 你看现在我身踩油门之后 基本上引擎的声浪还是非常的接近 非常非常的细腻 这一点我很喜欢 总的来说这款车我真的觉得 我会喜欢 但是你问我会不会买 你们如果有follow我们的签的话 你就知道我买了什么车 也不是讲这辆车不好 主要是因为我个人我是考虑到一个 实用的状况 因为有时候我要载我的家人 有时候我要载一些体积大的货品 尤其是不久前我搬家的时候 我有用HRV来载东西 HRV是比较方便 而这一个CV其实就会比较的 个性化比较主打运动表现 这个底盘真的真的非常接近欧西车 我甚至可以讲 它去跟FW的Golf比的话 它不止不输 它可能还略剩一点点 我这个真的没有开玩笑 因为这个Golf我也开过了 CV我也开过了 我真的觉得CV的底盘 这一个部分会比Golf更强一点点 然后引擎的动力的话 就这个是看你们自己喜欢CVT 还是喜欢FW8AT啊 这个我就不错评价 总之 这辆车的操控跟动态表现 我觉得是不错的 然后底盘的刚性也非常的好 尤其是因为它加了这个电磁组 在后面 这辆车的配重变得非常的均衡 操控表现会比起Turbo版更好 就是很可惜啊 那个后悬吊的摊条 让这辆车的行车质感 舒适度啊 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在 好啦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City RX-E HEV 的初步分享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HONTA CWF-E E HEV 的 这个试驾VLOG影片 其实因为这个试驾真的是非常赶时间 因为第一天下大雨 第二天大塞车 所以我们拍摄真的是比较赶一点 所以这个内容可能会比较断断续续 所以没有那么连贯性 这个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不过呢 之后这辆车有了试驾U-Net 之后 我们也会跟原厂借出来啦 顺便做一下这个Turbo 跟E HEV 的对比 因为其实这个Turbo 的完整影片 我们也还没有做过 所以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下一次影片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送上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希望大家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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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